職場上,你可能遇過這樣的情況 在會議中,聽不懂外國同時的英文腔調 花了大量的時間做溝通,最後卻不見成效 或是在內部的會議中,想要展現自己 可是卻因為口說不夠流利而最終放棄 為此你做了大量的練習,但又沒有及時的反饋 所以不確定自己學習的成效 但現在你不是要再擔心 因為這堂策略信學習商業英文 將幫助你解決長期以來的痛點 我們將幫你打造,修系統,高效率和自學環境 哈囉大家好,我是鋼鐵V,Midian的人際作家 累積了多篇英文學習的內容 在各大知名平台上面,各個文章都是破千轉的分享 限制於知名外商工作的我 常常需要跟外國同事一起合作 因此練就了一身好武藝 同時之間呢,我也超過七年的英文教學經驗 累積了上百位的學生 學生呢,來自於不同的行業以及年齡層 因此我更能體會大家所謂的 語言障礙或只是溝通詐異的問題 英文學習呢,有三大沒有 沒時間、沒興趣、沒成效 所以這樣可以推薦給下了班沒有時間或心理學習的 新鮮人或上班族 或者是找不到學習英文動機的人 以及花了大量時間卻最終不見成效的英文苦手 這堂課呢,我們將主打短小清片的學習方式 每天只要空租15分鐘,就能輕鬆學英文 除此之外呢,我們將加入遊戲化的設計 讓學習不再故造乏味 最後呢,也幫助大家建立一個自學 及時反規的內容 達到有效學習的方式 我們將規劃Community Partner 與你一同學習英文 讓你往後不再依靠老師 課程呢,主要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幫大家打基底 我們將透過PQ Series 的方式 幫大家以忠為始的來建立自己的目標 同時呢,我們會提及到 Concode 的各式腔調破解法 最終呢,會讓大家了解 如何使用正確文法的邏輯 接著,我們將帶入商業的實際案例演練 分享如何製作清楚的英文簡報 以及在會議中,如何提出關鍵的問題 替自己爭取被看到的機會 當然,除了正式場景之外呢 我們也不可忽略的社交場景 在後面的篇章呢,我們將分享 如何與外國人暢談各式話題 打造辦公室的好人員 最後,如果募資達標解鎖 我們將會提供海外的求食以及面試的技巧 以及如何從工作職缺 觀察市場營賽 找出自我優勢 在職場上善無不慎 網路上從來不缺乏英文內容 這堂課將提供你一個原則 貫穿所有資訊 為了最根本的學習 我們必須要打造自學的架構 了解所有的英文學習盲點 進了有及時反饋、反覆練習 培養自學思考力 再也不用害怕職場上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馬斯克買不停的情況 當然提升英文的能力 能幫助你在未來的求職 薪水談判上更加無望不利 同一時間也為你打開國際的企業大門 這是一堂顛覆傳統英文學習的方式 我們期待你的加入 一起參與這場學習革命吧